林登星与赵丽颖合作的古装剧楚桥传在8月初收官 结局新月CP双双坠入冰湖生死沉迷 不得不说这样的结局很是让人捉急 不少粉丝都希望楚桥传2赶快开拍 都说赵丽颖有红娘体质 虽然跟谁搭戏都能有CP感 但是她与合作过的男演员却没有一个修成正果 反而对方纷纷在戏后找到了真爱 比如刘凯威 郑凯 张翰 陈晓 老淡部霍建华 楚桥传结束之后 饰演宇文月的林登星就被拍到和素颜女神王立坤街边吃面的照片 新月党们的希望破灭了 和王立坤路边吃面的热度还没散 林登星最近又被拍到和太子妃张天爱排排坐摇耳朵 不过悲剧的是 林斗这次被大家关注的点完全不是活动当天帅气的打扮 而是她耿直的直男演 这张直男的凝视被媒体大作文章 张天爱穿着短裙拿毯子盖住腿 但是林斗却一点都不遮掩 超级耿直的盯着张天爱两腿之间 这真是直男的凝视吗 林登星猛叮张天爱两腿之间发出直男的凝视 赵丽颖微博暗示了等等 林登星看得好像不是腿 不幸大家看这两张 林狗这个直男果然是在匕首谁的手更美 丧心病狂啊 之前楚桥传访谈的时候 赵丽颖就爆料过 林登星真是铁打的直男 还是个超级害羞的直男 明明是个186的东北操汉子 和数不清的网红传过绯闻 结果拍一场吻戏耳朵都骚红了这么傻白甜 确实是九亿少女的梦了 说到匕首这事情 很多粉丝纷纷表示 这确实是林狗会干的事情了 因为林狗有钱科啊 很早之前 林登星在上节目的时候 就提到过他看男生帅不帅 一般先看守 所以林狗这是在暗示他自己吗 之前林登星和吴亦凡在为电影西游浮腰篇跑路演宣传的时候 两个人凑一块 还穿着一样的衣服 看起来是在认真的交流感情 难道是在商量一会怎么宣传电影 不跟林狗认真你就输了 他俩竟然是在认真的比较大小 真是娱乐圈男演员里的一股泥石流 在放开我北鼻中第一次见到小可爱就对他说你妈不要你了 成功的把小姑娘吓到猛逼 不过在后来的镜头里看到的是他对孩子们的呵护 渐渐学会充牛奶还会开始和他们谈心 可见林登星骚气的表象之下有颗柔软的心 楚桥船是银宝和林狗第一次合作 但是林登星在镜组时就与银宝分享他最爱的辣条 拉近关系 这一幕 似曾相识啊 当初和张静初参加首映礼时 也是用护卫辣条来秀恩爱 楚桥船结束后 网上一直热潮楚桥船二女主由Angela Bobby出演 但很快就被否认 最近微博上爆料出楚桥船二将原班人马回归 确定两个主演不会变 预计2018年10月开机 不知道小伙伴们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 赵丽颖发了一条莫名其妙的微博 为了你 我可以不顾一切 原来这个你就是林登星啊 真是羡慕死了 楚桥船这一爆料也算是合理 不过好多观众对林狗的回归表示疑惑 新月CP不是最后双双坠入冰湖生死沉迷了吗 这就要考验第二部编剧的功利狼 大家评论区聊 小编每日更新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